这里是青岛 这座城是人民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 第一支潜艇部队 第一支快艇部队 第一个海军基地诞生地 也是多支人民海军部队成长的摇篮 作为人民海军活动成立74周年系列活动的主会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岛大港的三号码头 在我身旁两侧分别停靠的是导弹驱逐舰开封舰 导弹护卫舰大庆舰 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 以及原前救生船洪泽湖船 他们都在为即将开展的舰艇开放日活动 做着相关的准备 这次对观众开放的舰艇 都执行过多样化的军事任务 开放活动期间 观众可以登舰与官兵展开面对面交流 体验海军特色的绳节 灯光 旗鱼等训练课目 除了舰艇开放活动外 海军还将举行升旗仪式 致敬人民海军英雄仪式 战舰与城市双拥共和广场军乐表演 主题灯光展示等活动 我是专门来看这个活动的 后期的话我预约了咱们24号的舰艇开放活动 从来确实没有见过现役的境界 然后因为我们的052D054A 也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主力舰艇了 我觉得非常想去看一下 2023年海军成立纪念日 舰艇开放活动预约通道已经开启 公众可通过微信公众号 人民海军北海舰队等渠道 按提示填报相关信息 进行网上预约登记 一直在游戏啊